黑心油不认账 魏英冲生涯 面对真讯 鼎星自由前董坐魏英冲一脸疲惫 鼎星黑心油暗 延烧多日 张花地检署昨天下午知道魏英冲地保豪宅 将船票拿给魏英冲 他与二哥魏英交开记者会宣布 鼎星将全面退出台湾油品市场后 由律师陪同 能向张花地检署接受讯问 过程中他全盘否认射击不法 检方认为他涉嫌重大 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 讯后将他申请羁押 检方还大动作派出14名检察官 大举搜索卫权总公司 和鼎星集团101大楼总部等 整个搜索都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有要取得一些证据 那必须要做一些公司 北检一早搜索魏英冲的豪宅时 屋内当时只有魏英冲的妻子 儿子和庸人 魏英冲的妻子还质问 为什么搜到家里来 但他随后仍配合搜索 检方直到下午才离去 共查扣了魏英冲的笔电 和员工笔记本等 动新闻综合报道